要讲华人Magical第一人 诶 众哥不好意思接过一下啊 那就是好久不见的魔术师刘谦啦 除魁为五年在登春晚忙着巡演 刘谦谦为十五年录制台纵 8月23日下午本刊掌握他录影时间守候在电视台 并上前告知来意 他也大方接受访问 先解释这次回台除了魏制作人好友李慧兰 友情力挺 最怀念就是能回家吃妈妈煮的牛肉面 刘谦透露 每年做健康检查 三四年前发现肺部中间后面长了节节 自此定期回诊追踪状况都没有大碍 对此刘谦决定等春晚表演结束后 在入院做手术 同时透露庆幸是肺腺癌零奇 心情反而没有那么沉重 妈妈得知时紧张不已 自己却兴奋到传简讯给亲友告知 我得肺心癌 人生体验 Magic 老婆王熙怡看这离爱反应还亏他 脑子有问题 刘谦坦言会如此正向看待 全是因为疫情三年做直播带货改变了他 原本连推销都不懂得刘谦 坦言因为直播带货成长不少 却也因为抗拒心理 每天心情都很郁闷 消沉 但公司开销百塞纳 所以还是做一年至少有收入支撑公司 讲到最大开销 流仙坦言就是文创园群的办公室 当初想做小剧场容纳很多人 招待亲朋好友赞助商 或喜欢流仙的朋友来看 或当完全不收费的私人招待所 结果装潢后饰演几场 疫情就爆发 梦幻剧场没了 但130万元台币的房租还是得叫 甚至原本安排的巡演更被迫取消 而公司各项支出一年1560万台币 还跟着疫情烧了三年 一切都很不顺 压力大到每天都很消沉 最后流仙看了医生 由于诊三个字就出现在诊断上 原本不顾问工作的老婆王歇怡 看她每天都这样不开心 就出来管账 一看办公室房租 每个月要给房东130万元台币 便在去年找新办公地点 而现在房租每个月只要原本的三分之一 大概就40万台币 工作也步上轨道了 同时罹患忧郁症的刘谦 为了让自己不要继续消沉 也会在家自学钢琴 用上当初买给儿子的钢琴 结果儿子没学会 刘谦现在学会的第一首曲子 是给爱丽丝 忧郁症跟肺腺癌接连找上刘谦 但她能够如此正能量 自破就是因为提早发现 还可以治疗 所以才会乐观看待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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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